您有试过自己做花来供佛吗? 玉佛节即将到来 在马来西亚新山 往年慈祭之工在这个时候 都会从花店购买大量鲜花 做玉佛台的布置 但今年第一次打破传统 用回收的五颜六色塑料袋 制作成永不凋零的环保康乃馨 不只为千疮百孔的大地尽以奋力 也以实际行动 落实佛陀疼惜万物 爱惜雾命的精神 折叠花瓣 修剪绿叶 串起一颗颗的珠子 再把宝特瓶切开 志工和民众齐心协力 赋予这些被丢弃的塑料袋和瓶子 全新的生命 之前一佛过后 看到些花都是这样丢掉 蛮可惜的 当塑胶花的话 有些人觉得星期还会带回去 至少那时候塑胶袋我们用了 不是直接这样丢掉 它还能够再生的感觉 就没有浪费 我们想到就是能够环保爱地球 然后就是把这些资源再回收回来 我们在做书法的时候 可以寄志工的力量 把爱心一起献出去 义佛的大众们 他们可以拿回去 也能够永久地保存 还有照上人的近视语在里面 在专人的指导下 制作环保康乃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今天做小老师 之前先学会基本的东西 当志工来的话 再跟他们解说 每一个步骤要怎么做 不会很难 是蛮简单 只是要花一些时间 鲜花有鲜花的好 做花有做花的意义 如果用鲜花 我们去用金钱去购买 购买再跟大德基研 可能大德拿回去的话 它也供花 供在佛台 然后一下子就凋谢了 可是这个塑花 它可以长久保留 看似普通的塑胶花 每个花瓣和吊饰 都有它的含义 每一朵花 我们都采用六层的环保塑料袋 意义是六度波罗蜜 这个花朵的下面有两颗珠珠 一颗代表为佛教 另外一颗是代表为众生 在志工们的齐心协力下 一朵朵高贵典雅的康乃鲜 在静思堂绽放 未来临星期天的 玉佛祈福会和母亲节 增添多一份环保气息 2022年玉佛节 树花献给您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 Consens 增添多一份环保 增添多一份环保 黄金 最大一份环保 最大一份环保 当证明的环保 添多一份环保